一个女模特正在梯台上展示一场性感的内衣秀 她手里把玩着手铐 准备在钢管上搞点气氛 结果却发生了意外 女模特被活活垫死 首先被怀疑的就是梯台设计师 因为她跟钢管就是设计师安排的 面对警察的质问 设计师说为了这场走秀 她精心准备了半年多 舞台上所有的道具和模特们的服装 全是她亲自手工制作 付出这么多心血 她怎么会愿意看到在自己的杰作中发生命案 警察看到舞台的灯光线路上挂着一些模特的名字 说明每个模特出场时分别会用到不同的灯光 所以凶手就是在死者的灯光里动了手脚 将电路与钢管相连 开灯后只要触碰到钢管就会触电身亡 能做这一切的就只有灯光师了 警察还在灯光控制台上找到了一缕粉红色的长发 或许这是灯光师作案时不小心留下的 可他们传话了灯光师才发现他是个男人 那粉红色长发又是怎么回事呢 灯光师说他根本不认识死者 没有理由去杀他 至于那根长发是来自一个叫小金的模特 演出前他俩在灯光台那里深入交流了一下 警察找到模特小金 小金说他为了能让灯光师给他开启美颜光笑 所以故意去引诱对方 也就是在进行的过程中一不小心留下了头发 对于死者被害 小金怀疑凶手不是走秀现场的人 因为演出前死者出去了一趟 回来后眼睛红红的好像哭过了一样 于是警察调查出死者的个人资料才发现 原来死者还有一个靠着贩毒发家的丈夫 也是本地最出名的黑道老大 只不过前不久因为贩毒被捕入狱 就在演出前还有死者对丈夫的探监记录 或许这也是死者之前哭的原因 警方找到黑老大试图从他这里找突破 毕竟会黑道的难免会得罪过什么人 黑老大被关进监狱 所以那些人很有可能会对他的妻子下手 可黑老大却否定了这种可能 虽然他曾经疯狂的砸钱 把妻子捧成了当红女模特 但是一直都把他保护的很好 没人知道他俩是夫妻 另一边法医发现死者的衣服上的腰带 是一种特殊的金属材质 与案发现场的电线一模一样 而且居然还从衣服烧焦的部分 提取出了一些毒品 想起设计师曾说过 现场所有的服装和道具 都是他亲自手工制作 那就意味着是设计师在其中动了手脚 他利用服装走私毒品 被女模特发现之后就杀人灭口 警方立即前往他的工作室 著名的舞台设计师办公室 竟然是一个隐藏的制毒窝点 这里摆放着各种制毒工具 和高纯度的现成品 警方分析超高纯度的毒 刚提炼出来实际上是成液体状 设计师把表演服浸泡进去 充分吸收再晾干 即便是过海关也不会被查到 等表演结束后 再把回收的衣服泡进水里 经过夹着后就能提炼出固体状 警方逮捕了设计师 他承认了自己的走私罪行 但却一口咬定 绝对没有杀人 随后警方又在后台 查询了所有的服装和道具 发现其中一件表演服上的腰带 与设计师亲手定制的材质 完全不一样 也就是说 穿这件衣服的模特 私自把圆中腰带进行了调换 因为设计师选用的那种材质 可以更好地充当电流导体 用它来连接灯管电线 电死了死者 那么穿这件衣服的模特 就一定是凶手了 根据穿着记录发现 原来凶手竟然是模特小金 警方立即将其逮捕 证据确凿小金无力狡辩 只好说出了真相 原来她和死者 都是从小村镇出来的普通女孩 两人借着身高优势 在大城市当起了模特 但一直都是不起眼不入流的小人物 直到黑老大的出现 他拼命砸钱 把死者捧成了一线女星 两人还结了婚 可是小金也一直深爱着黑老大 所以他心生嫉妒 认为只要杀了死者 等黑老大出狱后 他就是属于自己的了 一个女人的嫉妒心 转化为强力的恶意 让他变得无比癫狂迷失自我 却忘了他是本分做好自己 才是一个人一生的必修课